萧委会发现搬屋公司收费套餐 价钱差距以倍数计 呼吁市民买服务之前先格价 并且了解清楚相关条款 市民要搬屋大多会找搬屋公司帮忙 不过有不同收费模式可能花多眼乱 萧委会5至6月向126间家居搬运公司发文卷 查询报价和收费方式等等 最终有20间回复 其中16间提供全包价服务 不即是搬运的所有费用都包括在内 萧委会以5人家庭为例子 一共40件家居 39个纸箱交箱等等 周末由北角搬去美肤 报价由6800元到12000元 最贵要给多大约七成半 2人家庭平日由里渔门村屋 搬去将军澳屋苑 22件家居 18个纸箱和交箱 价钱4800元到11200元 最贵是最便宜的2.3倍 如果搬屋当日物件多过预期 七成半公司会加收费用 有6间没有说明如何收 有4间就说会根据实际物品 超出报价的比例来收 另一种收费模式是案件收费 6间公司虽然标明收费 但是差距甚大 例如搬组合柜 一间每个收70至220元 另一间就收500至1800元 而按车收费 5.5吨货车再半车为例 4间公司的收费介乎2000至4800元 消费者在格价的时候 应该特别留意 小心估算最终的费用 消费者以货比三家 也需清楚了解是否牵涉其他附加费 并且在合约上清楚列明 保障自己权益 消费会建议签约前 也应该留意条款 贵重物品最好自己处理